好另外来看到农民最关心的瑞穗香农会配合农委会推动文旦幼风灾保险的制度 来减轻农民农产的灾损 那么今年在文旦幼生理落果阶段结束之后呢 农会也从即日起开始受理文旦幼胎风险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不仅政府补助提高到60% 另外致灾理赔也从原本的3%提高到5% 从即日起开始受理到6月15号截止 也请文旦幼农注意了请踊跃的申办 随着文旦幼生理落果期的结束 此时悬挂在文旦幼树上的文旦幼果实 农民除了呵护备制 如是将农会配合农委会推动文旦幼风灾保险制度 从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 为迎接未来可能碰上的天灾损失预备一层保障 今天文旦幼投保有等待期的10天 若是今日投保的话要10天后才生效 那农民必须带土地藤本 还有地级图 还有农会存款簿跟印章 还有身份证以印来农会保险部办理 相较于以往的文旦幼风灾保险 今年理赔门槛标准相较于前几年 放宽了许多 不仅保险费用调降政府补助也提高到60% 此外 致灾理赔金额也从原本的3%调高到5% 希望借此减轻农民负担提高投保意愿 第一个就是农民只要负担他40%的保费 那往年是要100%全额先付 然后政府的补助款到年底才会入 今年由农业保险基金先行代电 然后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有 就是理赔的%数有调高 八级风理赔1% 今年调高3% 文旦幼投保的面积可以由农友自己去选择 他并不见得说他种植面积有多少就要投保多少 独自乡不仅是花莲也是全台文旦幼最大产区 政府推办文旦幼风灾保险四年多来 台风年年都急转弯 也使得农民投保意愿年年减少 不过孙子兵法有云 务势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农会仍鼓励文旦幼农踊跃参加 防款未然 有保五波比 记者是日蓝瑞瑟采访报道 继续